浇堂猫一耳有意思 浪子回头金不换 懂得知错就改的宝宝 前途无量哦 你怎么把书给撕破了呀 不是我 是猫挠的 小胖 快说对不起 不管我的事 他自己弄掉的 小胖 书包怎么没带呀 不赖我 都怪爸爸没提醒我 成天推起责任 不认错看我不造你 stop 打孩子之前先录断VCR 觉得自己是坏人吗 是 住嘴 我当然不是 我可是个有原则的好爸爸 看吧 大多数人在心里 都认为自己不是坏人 那么好爸爸 你天天打孩子 这样对吗 这 打是心 骂是爱吗 谁叫他不认错 我这也是为了他好 看 即使大人偶尔有小邪恶的行为 也会为自己找借口 或者不自觉的 把责任推给别人 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 就叫做为自我宽恕效应 不认错是人类的本能呀 本能 当然 除了本能 孩子不认错 还有其他原因 打得太轻 No 恰恰恰相反 孩子逃避责任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从小太过严厉的管教方式 害怕承担挨打挨骂的后果 会让孩子本能的逃避责任 不认错 只有小的时候 学会为自己负责 长大以后 才能对家庭和事业负责哦 让孩子学会勇于承担责任 刻不容缓呀 那 那到底咋吧 No.1 孩子犯错时 大人别冲动 孩子犯错以后 首先内心 是充满自责的 是需要理解和关爱的 大人一定要控制好情绪 让孩子感受到爱和谅解 避免对抗情绪 才有了认错的心理基础 No.2 让孩子自己说 即使很小的孩子 也是能够明白 自己行为的对错的 如果此时 父母能忍住 不打不骂 不给孩子扣帽子 而是引导让孩子自己说说 发生了什么事 就会赢得了孩子内心的信任 道歉 就更容易说出口 No.3 做正面表率 家长的表率作用也很重要 大人有错 也要主动跟孩子承认错误 让孩子知道 错了就要改 错了就要负责 这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和责任意识 日积月累 孩子会更勇于承担责任 嗯 知错就改 还是好通知 还唱五十遍 我不该忘说完 我不该忘说完 嗯 免费咨询 开始了 关注焦糖猫育儿公众号 微信留言 发送您的问题 育儿专家 一对一在线为您免费解答 问问题 看漫画 快快找我吧